我回来了 在收衣服吗 我洗了手就来帮你 叶骁吗 今天研究所团建 我吃得很饱 不过 如果你想要我陪你一起吃的话 我只好再度努力了 是 我向来很听你的话 是喝了几杯 怎么了 我身上酒味很大吗 那一会陪你收好衣服 不过我就去换掉这身 原本没有打算喝酒的 但今天新入职的几个实习研究员都很年轻 搞科研的孩子难免拘束了些 所以为了调节氛围 我就带头喝了几杯 有这么意外吗 有这么意外吗 那 下次的团建 跟我一起去吧 没有逮换 没有逮换你 认真说的 是邀请 很正式的那种 这些衣服 这些衣服就先放这里吗 不用叠起来 要先还被套 好 我帮你 没关系 我不累 还是说 你不需要我帮你了 我哪有在耍赖 只是想帮你一起换被套 好 我在这边 下一步该做什么了 请老师指示 把这边的背脚绑带 系起来吗 我之前好像没见过 这套被单 是你新买的吗 好看 摸起来也很凉快 如果没记错的话 真丝材质的舒适度 我们以前已经实验过一次了 不过 至于它是否和那件真丝睡衣一样舒适 还有待考证 当然了 当然了 我做事一向力求严谨 这不是你对我的评价吗 记好了 然后呢 新学的换被套方法 你确定吗 这样捐起来 似乎会更容易找不到背脚 怎么会不相信你呢 我当然很乐意陪你试试 你要做什么 没什么 我只是没想到 换被套还有这样的方式 好 我不笑 生气了 嗯 说很生气的某位同学 怎么躲在这里偷笑呢 现在才过一半起脸 你这算不算 实在耍赖了 嗯 说得不对吗 我不能把这个词用在你身上 原来这个词 是你用来形容我的专属词吗 既然如此 那我就坐实刷来这个罪名吧 现在想出去了 不觉得有些晚了吗 我的意思是 背脚不是还没对准吗 你想到哪里去了 你怎么 好吧 被你发现了 的确 的确 我压着背脚呢 你当然没办法找到了 毕竟 我现在不是正在耍赖吗 耍赖的人 怎么会如你所愿呢 嗯 嗯 嗯 喝的是香槟 你还有这种本事吗 那 我可要考考你了 我可要考考你了 猜猜看 除了香槟 还有什么 柑橘 不对 看来是我给的提示 还不够 现在猜出来了吗 嗯 还是不对 要不要再试一次 不在了吗 那我公布正确答案了 是 奶油 没有骗你 真的是奶油 不信的话 这下长出来了吗 甜吗 不过 既然你没有猜出来 那就要有惩罚 我确实应该在你猜之前 就谈好强诚的 但我也有疏忽大意的时候 尤其是在你面前 惩罚是什么 你很好奇吗 想知道的话 就要先答应我 不然 就不放你走了 不说话 我就当你是答应了 你有没有觉得 好像越来越热了 该不会是又停电了吧 不要动 看来是我多虑了 我们继续吗 当然是 换被套了 没有 无论 被套了